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父到我住的家看上去的后山 这是猫空 喝茶 师父突然跟我讲说 有了 老子开市 他说要成立南天文化院 要做什么 老主说要把这些刚刚所说的65岁老人 这些是不能讲老人都没有用 因为老人事实上我们都说成熟的人 这些成熟的人 智慧 理念 性格 能够把这些成熟的人的智慧能够留下来 所以文化院我也没有做的什么事 但只做一件事 师父交代 把这些有智慧的人的智慧留下来 不要让他们还没有留下来就回去了 只要趁着他们都还没回去之前 一定要留下来 那留下来就所谓留下呢 这些所谓的文化资产 这个智慧财 去杭州西府的路边上 有一个牌子挂的 这什么叫做文明 文明就是一种智慧 文明尤其是一种奉献 我想维心中在很多人都不觉得 他做了多少伟大的事情之前 至少我会认为 他有机会把 不管是现在 全世界都在说的 不管你经济全球化 不管你造成多少问题 第六项的问题 就是所谓人类的文明 对未来社会的影响 应该要重视 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论坛 先从一个是所谓的人力资源的角度 那当然因为谈人力必然要谈人口 人口一个是所谓的值的问题 一个是量的问题 一个是结构的问题 一个是分布的问题 那我们希望说值能够好 我们在值上头 是透过很多所谓途径也可以 斥进他的值的提升 那我是觉得最重要的 宋明理学家都说 万化根源总在心 如果这个心不能够有所安顿 心不能够有所升华 有所提升的话 很多地方都不太容易有结果 那至于说是和平有没有可能 我是认为说它是相对的 相对的 我们正面的因素越多的话 相对就越可能 负面的因素越多的话 当然就越不可能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早上的论坛 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 谢谢两位主任人 也谢谢两位这个回应人 我们时间将到五十 如果说刚刚我们黄与平院长 说的是早上好 那我说先跟各位倒上一个中午好 各位就请休息 我们下午再继续开始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2014年9月13日 鬼谷文化经济发展 世界和平高层论坛 正式开始 我们恭请维新中南天文化院 洋院长吉东先生主持大会 请热热掌声 谢谢 谢谢各位 下午长即将开始 以前有两位候选人 要证件发表会 结果一方被对方的设计了 冷气等到他要讲的时候关掉 结果这位候选人 满头大汗 频频这个拿起东西来擦汗 那这个错觉就是说这个人很紧张 这种小场面都这么紧张 怎么能够选这个大选呢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被不是被设计 而是被期待 看看这个耐力够不够 所以发现我们这个有很多人汗流浃背 刚刚我们江董穿的一套很时髦很漂亮的麻纱的白衬衫 结果发现了就全身都是透明的 还好他里面有穿 我想谢谢各位 因为这种天气的确是很闷热 我看到外面的蜻蜓一直这么一群一群在灰 如果以我从小时候在乡下的经验说 可怕会下一点这个雷阵雨 会冒冒一阵雷阵雨出来 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有耐力 我们大家一起再来完成下面的课程 实物是说呢 是要考验我们 就是要给很多功课给我们做 各位请不要因为 我是汗流浃背 我没有在紧张 我想 我看这个 我们卓院长 他因为早上的这个镜头 还没有拍到他穿西装 他早上就告诉我 说那套西装是前天才去买的 他比那个 他比柯温泽的太太说的时候 他先生只有一套西装而已 结婚的时候那套西装 那你这个是 我看起来买得很新 倒是像真的样子 那好 我想这个谢谢各位 我们大家都在这种时间点里头 大家来做这么个很严肃的工作呢 实在是有一点辛苦 大家都很辛苦 我们今天下午长呢 接续的是 有几位主任人 其中有一位 因为他这个飞机来不了 所以他的班次来不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请示意代读 那其他的 我们一序呢 是我们这个风水学院 这个李副院长 那么一篇文章 我们呢是接着是方工程师 是一篇文章 然后呢是我们这个 和总厂长一篇文章 然后是原济法师一篇文章 那么另外 有两位这个回应人 陈 风水学院这个陈院长 跟我们左院长 我们现在就按照这个程序来进行 我们请 那接下来就由我这边来报告 那师父 各位贵宾杨院长 然后主任人回应人 各位闲事同修大家好 那我就坐着讲 那我今天要报告的主题是 文心圣教义经大学 法轮长转创造经济奇迹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前言跟序论 那我们从台湾的经济的 一个发展来着眼 在1950年代呢 因为国共内战的关系 中华民国政府 从中国大陆迁徙到台湾来 在1960年代的时候呢 这个谢东敏副总统 他推动了所谓的客厅级工厂的一个经济政策 鼓励家庭代工 人人当头家 在1960年代呢 开始进行产业的一个改变 从轻工业取代了原本农产品为主的一个外销主力 那么走向了所谓的出口扩张的新经济的一个发展阶段 创造了大量的一个外汇 同时呢 也推动了工业化的一个发展 鼓励大量的出口跟争取外汇 这个时候呢 对于台湾的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命脉 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同时也是台湾经济起飞的重要阶段 台湾的中小企业在这个时候呢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那么在1980年代呢 台湾的经济也开始进行了产业结构的一个转型 那么开始发展所谓的低耗能跟 这个所谓高价值的一个科技产业 2000年呢 跟因应了所谓的经济区域的发展趋势 以及全球化的一个挑战 致力推动所谓的知识经济发展方案 那同时呢 这个时候呢 台湾的中小企业 在这个过程里面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2013年的中小企业的白皮书统计里面 2012年台湾的中小企业的家数 约有130万6729家 占了全台湾总体企业家数的97.67% 其中80%以上呢 是服务业 那同时呢 根据IMD世界竞争力的年报里面 台湾在2012年到2012年的世界竞争力的这个排名呢 依序是第八名 第六名 第七名 其中在2012年的时候呢 台湾的企业家精神 更是居全球第一 那我们在亚洲四小龙里面呢 我们比其他三小龙还表现得更好 那么可是在2013年跟2014年的这个排名里面呢 台湾已经下降至第11跟第43名 其中特别是在企业效能的部分的评比 更是大幅的落后到第17名 那么可以从台湾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 还有台湾在整个企业家数的成长 或者是我们在世界竞争力的排名 我们可以发现 当我们面对个人家庭的一个小环境 或者是国家社会的一个中环境 乃至于到了世界社会经济的一个大环境的时候 我们发现企业的经营的环境是动态的 除了我们一般所谓的国家法令 经济景区循环 社会经济跟科技的总体因素之外 事实上随着时间与空间交汇的不同因缘 大自然的环境对于企业的经营的成功与否 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力 所以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企业的经营往往忽略了人与自然 人与环境和谐的风水学智慧 同时也忽略了因果律的福德因缘 所以企业的经营者要能够知命知心知福知德 欲知福知德知因缘 必须要从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学的融合应用 因此才有了我们今日的维新圣教跟易经大学 易经大学的教育观念是由一人工厂延伸至万人工厂 是易的法则 一则一切 一切即一 也就是易的精髓 一切人力的开发与团体的运作 皆不离一 不离一 也就是心 那这个魂缘禅师在1985年的论著《易经心法》里面也谈到 易经是治国之道 也是天下太平之道 易的法则里面 世间的万生万物都在变 宇宙中的地球跟星球都在变 变易的终点 也就是中庸之道 即是平衡之点 有变到不变 不变到变 就是调和的过程 也就是易之道 也就是人世间的忠道大调和 所以我们可以从上述的这些论述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在时空因缘变化的一个万生万物当中 台湾的企业的发展是易的法则在演化 中小企业或者是国际化企业的经营与组织管理 同样也是易的法则在演化 其实是从变到不变不变到变的调和过程 接下来我们来看易的法则跟经济的发展 那我们以两岸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做例子 中国大陆在1978年进行改革开放 台湾呢在当时候的原物料的高涨 工资的高涨以及环保条件日趋严峻 台湾的企业在当时候的一个环境的拉力 推力的一个牵扯之下 于是前往了中国大陆投资 以延续其企业的一个发展 那在这35年的一个过程当中 中国大陆的一个经济发展是相当快速的 这中间台商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从1978年 邓小平改革开放积极争取台资 到1980年代设立厦门经济开发特区 开放了所谓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一个口号 到1980年代从华南的珠江三角洲 到福建地区的台商投资日中 到1990年代往上发展 到华中地区的长江三角洲的一个经济发展 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 包括沿海地区的投资环境的一个改善 台资企业的登陆投资等等 到了2004年 中国大陆开始所谓的税法的改革 劳动合同法跟社会保险法的一些改革等等 2011年十二五规划 这一切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变 政策的一个改变 都驱使台商在中国大陆的经营模式 已经面临了空前严峻的一个挑战 于是中国大陆开始进行 产业结构的调整跟产业升级 有所谓大家所熟知的藤龙换鸟的一个计划 产业的政策 他们把现有在中国大陆的第二传统产业 高污染的这个产业等等移转出去 再把第三类的一个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低污染的产业把它移入进去 那当然对于台商来讲 过去我们台商劳力密集 附加价值低污染的这些行业 都是中国大陆政府当局想替换的行业 另外一个中国大陆的政策 就是所谓的竹槽引凤 那也就是借由政府创造良好的一个投资环境 跟硬体设施来吸引优质的投资者入住进来 当然这样的政策也不是现在才有 过去也都有 只是现在竹的是新的槽 引的是新的凤 那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35年来 它已经是在整个世界的经济舞台里面 它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已经世界这个居于第一了 那可是呢我们从台湾跟中国大陆 在整个经济发展上面 息息相关里头我们发现 台湾的企业在经营环境的变动中 我们进入了中国大陆投资 延续我们企业的生命与发展 但是中国大陆也同样为了改善它的环境 于是进行了很多的改革跟开放 包括招商引资等等 其实台湾的企业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是互蒙其力与益 那么如今中国大陆为了改善结构 促进产业升级 对台湾的企业来讲将再次面临经营上的一个考虑 所以我们从企业跟国家的一个社会经济的一个发展 这也是有一个变到不变 不变到变 企业经营是一个调和的过程 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也是一个调和的过程 这些都是意之道 也就是天意的启示 所以维新圣教宗主魂元禅师开示 天意的启示与中华文化道统 意经风水学融入企业经济与百业 由台湾树立起一展世界和平的灯塔 将台湾的经验在民国78年海峡两岸开放探亲后 台湾的企业渐渐进入中国大陆 就有如几百年前唐商过台湾 现在的文化已经由台湾过唐山 将台湾的意经风水学的经验传到中国大陆去 中国大陆这几年在意经风水学的一个弘扬 就有如台湾当时在推动家庭及工厂一般 脚步逐渐茁壮 所以企业的发展在在街市一直到 从企业内的劳房与资方的互动 部门员工之间的管理 企业海外投资据点与当地化员工的管理 厂房空间的动线设计与人力配置 企业生命周期的发展与人力素质的调整 这些在在都是人与己 人与人 人与环境 人与大自然的一个调和过程 所以就是意之道义的法则 本段节目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经济发展跟道德的实践 维新圣教宗主魂园禅师开示 维新圣教一经大学的成立是以养贤续宅 正名誉的高尚旗帜 天下太平为本月 获得了社会大众给予感恩与尊敬 但是企业经营者往往忽略了该为与不该为 对与不对 这关系到人的事业成败与否 那我们引用彭信珠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 他将台湾在1982年到2009年 台湾总共有250家公司下市 那么这些公司里面他发现在1980年代 台湾只有四家企业下市 1990年代增加到18家企业下市 但是在2000年到2009年 总共有237家的企业下市下跪 这些企业当中有152家的企业 都是因为他们的财务的危机跟经营不善而下市 那么其中平均上市到下市的时间不到12年 5年之内就下市的企业更高达有35家 那么这个彭信珠他观察这152家的企业下市贵的原因 到底在哪里 其中不外乎是危机下市跟步入衰退期的这个产业 那其中发生财务危机的呢 其中最主要有几个原因 包括董监事的持股比例过低 或者是董监事他们股票值押的比例过高 所以当股市变动比较大的时候呢 这些董监事的值押股票很容易就被银行给断头 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营运而倒闭 所以这些许多 这个彭信珠呢 他就提出了九大启示 包括产业的衰退跟转型是致命的关键 包括董监事的持股 包括这个管理者最新与金钱的游戏 市场派的介入 以及业绩表现不佳 创造假的这个财务报表 或者是过度运用财务杠杆 业外投资 任意扩装本业等等 所以鬼谷县市王残老主开示 人无失败的本钱 一失足成千古恨 企业的经营的失败 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不仅仅只有财务的损失 还连带地影响到 员工家庭的经济依靠 与社会安定的一个发展 因此王残老主鬼谷县市有开示 道德是建立在平安的基础上 因此企业的经营 经济的发展与道德的实践 有密切的关联性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天就是风水学 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魂元禅士开示 风水集是环境的和谐 环境的和谐是天地长存 是无量寿 人的思维努力跟奋斗是无常的 受制于环境的调和与不调和 也就是风水学的最高境界 风水学即是天 如果是一个企业或住家 违背了风水学 就叫做逆天 逆天者亡 当你了解到风水 叫做顺天 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这是不变的真理与法则 因此工厂的风水学调和 与环境的和谐是成正比的 企业的经营者不要忽略的天的存在 天就是风水学 那我们以荷兰来做例子 荷兰呢在八百年来 向来是以治水攻城文明世界 人定圣天是他们坚信的道理 但历经的极端气候所带来的惨痛教训 他们也开始改变了人定圣天的思维 荷兰它的总面积有四万一千五百二十六平方千米 但是其中四分之一的领土是低于海平面 五分之一的陆地是填海遭陆而来 每当大潮来临时 有百分之五十五的领土会有淹没的危险 这个我们引用 郭书轩在2012年的研究 他指出这个经贸活动的一个活络 带动了土地利用的需求 于是荷兰人开始与北海争地 不断地进行内陆的排水与照路 从十一世纪开始 荷兰人开始思考 以人为的方式与水争地 与田随即节责而生 因此十五世纪起 荷兰就开始国土的干拓与照路 他们总共筑起了三万五千公里的堤坝跟闸门 来去阻挡这个北海的怒潮 陆续启用了一千座以上的风车 每天从内陆抽出相当于东京 一整年的这个排水量 那么我们从这个荷兰气候变迁的一个 调试学里面我们发现 从西元一二一五年 荷兰人开始建造世界的第一座的堤坊 到了1932年 他们在海面建立了三十公里长的大堤坊 到了1968年 他们填海造路了十六万公顷 但是上天在1916年 西北部的须德海的泛滥 1953年 北海的风暴 1993年 95年 莱茵河跟马斯河的河水 洪水的一个爆发 使得上千万的人死亡 数十万的民宅被摧毁 上十亿以上的经济的损失 那以及2003年的热浪 新清洗的这个欧洲 气候的改变 对于荷兰而言 他们在农业能源 运输 住宅区 基础建设 公共卫生 观光的一个油气 都带来了相当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 这接连不断的天灾 使得荷兰人开始体认到 加高提防不是良方 自然是不能驾驭的 他们更体会到了 天人合一 顺应自然的变化 因此转而与自然为物 于是 他们在2005年 公布了国家的调试策略 2006年启动 还地与河的国土规划 2007年 他们提出了 气候不清荷兰的报告书 他们成立了三角洲的委员会 他们的任期是100年 那荷兰人呢 他们花了800年的时间 他们体认到了 大自然是不能阻绝的 他们扭转了长久以来 对于大自然环境的观念跟态度 用他们的亲身的经验 来去启示世人 要遵天跟顺天 所以《鬼谷先世天德经》里面有谈到 二二天公尊哲天 天王盛名广备王 万物兴发顺其的 顺天哲昌逆天王 《易经八卦》里面讲到 钱为天 对为则 力为火 正为雷 迅为风 砍为水 砍为山 耿为山 坤为地 皆在皆是着大自然 天地运行的法则 周而复始 因此《易经》 它是引领人类 走向心灵和谐的平衡 调和之学 《鬼谷先世天德经》里面谈到 人因尊天敬天 顺天 和天 方治天 方统天 方达天 方圣天 也 魂缘禅世开世 尊天 顺天 和天 治天 达天 统天 每一个过程都有 八万四千个法门 与八万四千个智慧 这是经济法轮 要能够知一切法 方圣天 人的存在只是八万四千分之一 所以魂缘禅世开世 为 我再讲一下下很好 为义的体认 守意 言义 知义 喜义 学义 礼义 知义 仰义 遵义 知义 顺义 达义 同义 然后圣义 即是圣天 所以风水 血就是天 也就是环境的平衡与和谐 那么维新圣教 在这几年里面不断的推动 这个弘扬中华 液晶风水学 也就是在法轮长转 那希望能够借由 这个弘扬 这个液晶风水学 能够帮助大家 那我们在今年2014年更推动了万家工厂万家村 希望能够在五年之内服务一万家工厂 希望每一个人都是新庙的建立 新庙的建立可使人安心 延伸至工厂的安定 那最后一个结语里面 我们要谈到 液晶大学在养钱蓄财 证明欲得高尚旗帜 天下太平为本院 液晶文化之法轮长转 是创造经济奇迹的上胜法门 同时也是世界和平灯塔的基础 以上报告 谢谢大家的聆听 温家宝有一次就有人问他说 温总理你怎么讲话那么慢 他说一个字一个字的吐 我们都等你等得都不耐烦 他就很悠哉悠哉的说 但是我以前讲话是很快 快到大家都说听不到 所以我只好学慢一点 上次我在讲东西有人说 院长你是不是很紧张 看到大家话讲不出来 事实上我是在看大家 有没有打瞌睡 没打瞌睡我才讲 谢谢 我们李副院长 准备了很多 他希望能够跟各位 不过这时间的这种 以后我们都可以 大家可以再磨练 我们古智金用 师父呢是一直在讲说我们 鬼谷文化走向于发展弘扬 意呢是在强调的是用意 怎么能够把它用得出去 用得好 用得有用 那所以我想这个大家一起来交流 那我们的大家各有自己的收获 我们下一位 我们先请这个 原济法师 原济法师完了以后 我们再请 师姨帮忙带读一篇 我们这个今天没有到的文章 好不好请 师父 各位来宾 各位大陆的好朋友 午安 下午好 我今天要 今天我要报告的题目是 企业环境因素与世界和平 也就是企业与风水之间的关系 今天一天早上都在讲经济的问题 经济的确是一个世界和平中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倘若经济不繁荣 经济不发展的话 人民是没办法安居乐业的 安居之后才能够乐业 但也要乐业之后才能够安居 所以经济对于我们在做世上任何事情 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命脉 师父也曾经开始 钱财也就是经济 就是养命之源 如果不能养命 何能去谈安居 何能去谈乐业 所以说所有修行都要建立在平安之上 在整个经济的 整个法轮的运转的过程中 企业是本身经济最大的贡献者 就犹如刚刚的前面的论述说 在整个中小企业里面 在总企业的比例里面 占了97% 但是能够运转超过10年的 不到一半 能超过5年的更少 也说中小企业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 但是企业里面 在整个经济里面 贡献的是最多的 还有前面的论述我看到说 隐藏了实力 这也是我们背后的经济重要的推手 所以每个中小企业里面 它的获利应该是它的义务 每个中小企业都应该去努力赚钱去获利 来让它的员工去安居乐业 但是企业里面它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素 就是土地资本跟人才 这是构成企业里面最重要的三个要素 而土地的部分来讲 一般我们讲的土地取得 但是也是我们所谓的环境 企业本身它的整个营运上的影响 它分为两种 一种是企业的外部环境 一种是内部环境 外部环境就是我们早上 所有的教授里面所谈的政治因素 国际上的因素 其他国家政策上的因素 跟文化的因素 这属于企业外部的因素 会影响了一个企业的经营跟获利 那企业内部的因素指的又是什么呢 企业内部的因素我们这边要所谈的 就是它整个工厂的配置 整个工厂的选址 你要选在什么地方建工厂 你的办公室 你的厂房 相对位置要如何去配置 因为这些配置来讲 里面企业在整个运作 最重要的就是人 而人是受环境因素 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一个人受环境因素 影响是非常大的 如果说这个环境是失衡的 这个人它也就是会失衡 当人失去平衡 他所做的判断 甚至在研发财务上的判断来讲 根本就会很容易产生错误 当然就没有办法再去判断所谓的 该为或不该为 所以企业本身的选址的设厂 跟环境相对配置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说企业对外部环境的抗拒力 是很微弱的 但是企业对内部环境的改善 是可以自己自足的 可以自己努力的 在与风水真经里面有云 完整老子师尊的开始 风水真经 风水妙反来是科学 天文学 环境学 医学 也是家庭学 也是环保学 等 也是道学 理学 是相当有根据的 所以环境上的失衡 就等于是风水上的失衡 所以刚刚我们教授里面讲 天就是风水学 天就是我们的外山环境 只有我们中华道统的疫情风水 可以有法可以医治 就是当它达到平衡 所以在工厂选址 或是在整个布局的过程中 如果能够依过工厂的法则 这个环境必然会适合人去运作去操作 企业的获利一定会更顺遂 所以企业里面很重要的 两个因素 一个是人的因素 一个是环境的因素 公司里面的配置 所以这两个配置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又以什么 以环境的配数最重要 以环境的配数最重要 我本身在这个会计师业界里面 长达28年的时间 看到很多中小企业 很辛苦地在经营 中小企业对台湾的经济的贡献 是非常大的 但是也看到很多的无奈 就像公司开了没三年五年就收起来 他说起来倒下或许是只是看到一个公司单位的结束 但是他的背后却造成很多家庭的不安 家庭的负债 甚至他去标费 甚至是去以环的借贷 要背一辈子的房贷 所以企业并没有办法知道说该为不该为 可是企业里面也有人相信所谓的风水 也有人相信去找所谓的顾问或是辅导的老师 来为他们企业做诊断 可是成功的机会有多少 真的能把企业辅导成功的又有多少 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值得我们去探讨 而且现在的风水学里面 有很多的派别跟理论 很多派别跟理论 就有时候我跟我的客户去聊天的时候 去聊到你经济不好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找人看风水 找人来帮你办公室 要不要考虑配置一下 有什么不相同的地方 他总是回我一句话 那没效 为什么 因为他找了五个 五个讲的都不一样 五个讲的都不一样 所以他也没办法完全去相信 所以 与其这样如此下去的话 你要提出一个很相关的论证 把风水学术上去证明 证明风水它的存在 对企业的经营的整个经营迹效 是有相当的帮助的 尤其是人受环境影响非常多 从眼耳鼻舌身 就可以知道说 人受整个工厂环境的影响有多大 尤其是工厂环境如果空气不好 阳光不充足 师父不好 人在里面运作 操作企业 势必心情烦躁 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判断 我就做了一个论文 用研究方法里面的深度反弹 找一个企业做一个风水上来讲 证明它能够对企业有所帮助 所以在资料上来讲 我简单的讲一下 这是一家小型的一个模具工厂 它总共在于风水改变前 它已经经营了六年 这六年它已经亏损了七百多万 它一夜越高的时候 它的亏损就越大 亏损越大 当它找到我们的时候 它已经是那一年要收了 那我去刚刚工厂去看的时候 我去看的时候 发现一件 它违反了风水的法则里面 是非常的 我们一般很常见的风水法则而已 它把它的办公室隔在阁楼上面 隔在阁楼上面 在整个工厂里面 隔到阁楼上面 阁楼是相当的矮 空气也不好 整个机器都放在它的楼下 然后整个机器都在办公室的右手边 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这六年来 我持续很去询问它说 整个经营的状况 因为我们去接客户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看出 它可能应该做不太久 做不太久 它希望能够延续它 所以有它提升方面的问题 它这六年来 它做的客户是非常不稳定的 员工难请 就像现在的员工 人口数很多 但不等于劳动力 它找不到员工可以帮它来做事情 找了员工也不做事情 没有员工做不了事情 有的员工也做不到什么事情 连途都会很会很化作 零零终成这六年来 投入了不少经税 然后也去标费 也去移航贷款 做契金的贷款 就像我们台湾的企业家 很有企业家的精神 也就是要把一家工厂 一定要经营到好 不管投入多少资本 可是也忽略了 该为不该为 该做不该做 都没有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后来我给他一个建议 就是把他建议说 他把工厂的机器移到他的左手边 办公室移下来 这样在动线上那样 整个机上比较简单 当初我是这样的告诉他而已 那我要举这个案子里面 因为这个案子的背景 有一个很大的经济背景 就是在当时2008年的金融海啸 在金融海啸的前一年 就是2008 2007年的年底的时候 在接近过来年的时候 把宅友改好 在2008年就刚好碰到金融海啸 在整个办公室都整个 重新运作好的时候 就碰到金融海啸 连续四年 连续四年的金融海啸 一直到2012年 金融海啸才刚到一个阶段 可是很有趣的 我就从这个 他的经营的数据上 去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数据 他虽然说他营格开始 有下降没有错 他在去接到这个客户的时候 他已经已经下降 像400多万了 可是竟然从金融海啸的 第一年开始 大家开始 无休无薪假 大家开始修无薪假 他开始应征人 当然大家在修无薪假 他在应征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需要加班 他需要工作 整条整个那个 那条工厂的时候 只有他一家在开业 其他修无薪假去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的金融海啸 在期间来讲 这些有经过这个风水 去改变过的 这个企业 他不但没有 他不能说他没有完全受到金融海啸的影响 可是呢 他还是能够反步的去成长 这也在我很多 我的客户里面去发现一件事情 只要有符合风水法则的企业 他工厂摆设他的办公室 只要有符合风水摆设的企业来讲 他就经得起什么 经得起社会环境的冲击 经得起外部环境的冲击 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 为什么 因为最主要还是人在里面能够有清楚的头脑 做清楚的决策 做清楚的研发 甚至知道这个产业是不是到 是不是可以察觉到说 它的产业是不是到了 已经应该该转型 或是如果产业做其他的投资了 也就是换言之 但是你在一个好的环境之中 你就可以做出你正确的决策 来增加你的效力 不会去穿墙着壁 所以特别我取出这一家来看 从这五年整个经营看下来 延续到今年来讲的话 它不仅在短短的五六年 还清了之前 欠了六七百案之外 它还在稳定的获利之中 这里面有一个 他有跟我讲的一个 我觉得是很欣慰的 因为他讲得非常眉飞色舞的 跟我讲说 在去年 今年年初的时候 整个景气又比较不理想 比较冷的状况情况下 很情况下 它的那条街 唯一有开店正常上班的 又剩下那一家 那条街总共有几家工厂 总共有十五家工厂 十五家工厂 星期一星期二有开业 只有它那一家 它对面有一家工厂规模 比它大两倍 它有一天 就过来问它说 你现在星期六都没有加班了 它就问它说 你现在星期六怎么没有加班 以前你的星期六就有加班 那我客户告诉它说 最近这个工作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星期六就开始放假 以前过去的三四年 在Gino好像那期间 它星期六是没有放假的 星期六是没有放假的 对方的那个工厂的老板 你就告诉我那个客户一句话 它说如果你也开始放假了 那经济真的是不好了 你如果开始放假 真的经济吃得不好 为什么 因为对面那个工厂 在过去这四年常常跑来问它 你们怎么还在做 下班之后还在做 为什么礼拜六还在做 为什么礼拜天还在做 老板很客气 很客气地讲说 因为还有工作可以做 我就举这个例子来讲说 我在我的这个行业28年里面 深入到很多的工厂 家庭 甚至办公室 只要有不符合风水法则的 几乎在第三到第五年 都会产生蛮大的变化 比如说股东要拆复 比如说股东要拆复 比如说命令要转型 不过命令要整职 但是如果说它本身有办公室 有经过风水法则 有去把它完整过的 就算碰到外住危机 也可以怎样 也可以安然度过 在这个28年的岁月里面 尤其到后面 我也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法益 因为要开发一家客户不太容易 可是要结束一家公司 其实很简单 所以就常常碰到客户 要结束公司的时候 我就会建议他 是不是办公座位转个向 再看看 通常只要接受建议转个向的 我就不必再去打一家客户来补他了 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功德一见 为什么 毕竟一个企业 就像土地公一样 他要养什么 他好像那样福德 当企业的负责人 他必须养很多员工 他必须也负责很多人的生计 所以我个人认为 企业获利是他的义务 企业获利绝大义务 但是要进到这样的义务 一定要有方法 唯一的方法除了你的努力经营之外 除了努力经营之外 你还要符合风水法则 努力经营 用心经营是你的义务 也是你的意志力 但外在的环境不能不去注意它 如果你不去注意外在的环境 你一定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冲击 所以 我们事业的成败 最大的关键当然是在 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比较个人的努力之外 但是如果 企业违反了风水的法则 就好像一个人 背了很重的轮胎在跑步一样 你一定到最后 你就算体力好 再好也是一时的 因为最后你将会体力耗尽 自然耗尽 最后还是倒下 所以企业本身来讲 对于风水环境来讲 如果在设厂选址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 这个风水环境的配置 也就是我们工厂讲的动线 我们工厂常讲的动线 自然排成这个动线来讲的话 一定可以让企业 能够更好地去运作 最后经济 经济是世界和平的 重要条件之一 而企业是整个经济法文中 重要的一个推动者 我们委员所有的企业 都能够在 王谭老子师尊 举宗族文明 善文校院才师下 开始的风水庙碗来 建设工厂 我想世界和平一定可以提早到 我们也祈愿 万家工厂万家村 家家工厂皆平安 万家工厂 万家企业万家鱼 就是每家工厂都能有盈余 人类世界就一定能够增合 报告这 谢谢各位 本段节目